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着膀子的安德雷斯和卡西亚诺在一边跃跃欲试 高峰 谢昭阳则在另一边讨论着战术问题 禁止走出休息室 天津队门将施连志热情地赢了上来 五分钟后 高峰出来了 只见施连志大吼一声 这儿我走门 高峰不由自主地一瘸一拐起来 随后两个人热情地拥抱在一起 在施连志的缠扶下 高峰手捂着肋部 走向那一群当年的热血青年 走向属于他们的那个年代 每当我们探寻国内足坛得比的记忆时 高峰和施连志总是成为标杆式的人物 在很多人看来 1996年甲爷联赛 施连志飞踹高峰这一脚 不仅拉开了精金得比的序幕 同时也正式地为国内足坛的得比站 贴上了火爆的标签 疼呢 是肯定疼 谁都疼呢 因为这个 从这个动作上来说呢 不是一个守门员 正常的一个出击的动作 就这个肚子上有几个鞋钉印啊 我在这下看吧 那踹几个鞋钉印啊 起码这有五六个鞋钉印都直的 我不知道咱可能小时候都看过少林寺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点像这个飞踹了 就是突凶的飞踹了 因为这完全是身体在后 你说是故意的吗 肯定是带有情绪 我不敢说它是就是纯属是故意去的 但是它肯定是带着情绪的 报复的一下子 那它已经我自己我想了 它已经从现在开始 它就总共租签 就租坛上就没有高峰的 它本身也没收脚 但是事儿呢 已经这么多年了 再加上呢 我和联志呢 那也是大哥 它不可能是作为一年之后 我就是故意去整的嘛 那它说不会故意的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理解 精进两队 结缘于失联制这一角 但站在老国安本的角度 却难称真正的得比 那个时候天津队 基本上是弱旅的姿态 主客厂经常遭到国安双杀 而且动辄就被冠上三四个 这又哪里有得比激烈竞争的氛围呢 说白了 咱们说实话 天津够不上档次 就是当时两个队的实力 不可能 说一个队我打你三四个 每场都打你三四个 从媒体角度 从球迷角度 从任何人角度 说这能叫得比 不可能 自从金智阳加盟泰达之后 精进之间才开始谈得上得比 这是北京人心中 比较认可的说法 那一年金智阳率领天津队 首次战胜国安 此后数年间 天津太达脱胎换骨 逐渐成为了中超的一路豪强 一直到2009年6月13号 谭望松在宫体一脚踹倒了阳志 一如当年的失联志放倒高峰 我们不确定 谭望松会不会在十年后的 老假A比赛中和杨志有说有笑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国安球迷当时对于谭望松的愤怒 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失联志 精进恩怨也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 谭望松也是知道自己这个动作的性质是恶劣的 在这个湾大雪被同伴一直阻止 出环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已经是向场外走了 不过球迷的愤恨 媒体之间竭尽所能的挑事 这一切在金志阳看来都不能作为德比这个词的最终诠释 我觉得现在你说这德比就现在随便叫 实际德比不是是一个城市之间的一种 咱们变成什么 只要俩墙就有点或者有点那个 纠结的队就叫德比 实际我觉得 什么京户德比 那德比它就不是德比了 老金一直认为只有同城的两支实力相近的球队之间 才能叫德比战 那么在二十年的中国足坛 有没有哪个城市曾经出现过两支实力相当 而且积怨颇深 每每场上相遇如同火星撞地球的球队呢 那才是真正的德比战 海外省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同城球队上海中远队的假A揭幕战 那么面对一个升班马 见惯了大场面的徐志导 为何连下课这样的词 竟然都提前说了出来呢 这就不得不提中远这支球队了 2001年底冲超成功之后 中远老总徐泽县很快在假A赛场刮起了第一波金钱风暴 除了外援和外教 中远最轰动江湖的手笔 就是网罗了范之意 深思和齐鸿 这三个在上海滩最具影响力的球星 最终的结果是 当上海这座大都市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两支顶级球队之后 其实力的对比瞬间被拉到了同一层面 这让重返深花的根宝如何能平静下来呢 2002年3月9号 中国足球顶级联赛中第一场互上得比 在红口体育场打响 凭借着阿尔西诺和沈寒的进球 中远最终2比0击败了深花 赛后几位被深花球迷骂了一整场的叛将 异常的兴奋 而对于徐根宝来说 这简直是颜面扫地的一天 赛前他关于范之意是空心萝卜的言论 被这位昔日弟子原原本本的奉还给了他 虽然我是个空心萝卜 你跟徐早说 但是这个空心萝卜战胜了十星了 我当时对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徐早要说我的话 只不过是想让这些年轻的队员 不要害怕 那你再回过头去 那徐早每一次谈到 他不会说我不好的 你们去翻采访他的东西 只要说到翻紧 第一日为是周深文 说我是动员 没对他个人任何攻击 好的指责 下来他也没什么 就是都挺好的 也没说那个 扁他 骂他 只是 就是我们动员 别怕他 他不是当初的吗 是不是当初范之意 很多年后 无论是范之意还是徐根宝 都表示当年其实不存在什么恩怨 只是大家都误会 但那些年 无论是你们 还是我们 确实都沉浸在那份恩怨中 不能自拔 假作真实真意假 或许也只有这样真正的得比 才能让每个人都变成好演员 大家也都入戏极深 并且很多年都走不出来 感谢我们每一个队员 感谢教练班子 星期一发奖金 好 谢谢 护上得比火了三个年头 2004年10月17号 双方第六次得比 阿尔贝茨和李延率先发生冲突 商庭捕食阶段 深花队的肖战波 一脚闷倒了小江雨海 双方随后爆发了冲突 中远替补陆尾 上来就给了肖战波一个飞踹 冲突开始蔓延到所有的在场人员 当时无论是肖战波 还是陆尾都没有想到 他们这两脚一踢一踹 彻底终结了得比在上海滩最美好的时光 2005年以后 随着中邦连城的加入 上海滩实际上再无得比了 今天赢了不代表以后会赢 不代表会夺冠 我们还是支持老生花 王大蕾耍大牌 我不喜欢连城 我喜欢老桑花 一个联赛不能没有得比 就像四川火锅离不开辣椒 酸辣汤离不开胡椒面 少了 味道就淡了 在英国 在德国 在西班牙 在欧洲的许多地方 不一定是豪门之间才有得比 很多偏远的城镇 很多弱小的俱乐部之间 都有历史悠久的得比站 从不停歇地上演 对于一个联赛来说 得比是一种态度 也是一种必然